基隆市傳出校園霸凌事件 六號晚間在社群上是流傳了一段影片 有三名學生持掃把等物品 猛扎一名學生 警方在網路巡邏的時候 發現這起國中生的霸凌案 立刻通報給校方 並進行校安通報 校方上午召開了會議 進行後續的相關處理和輔導 三名學生輪流毆打的另一名學生 過程中還有人拿起放在地上的掃把 等物品猛砸 一旁還有學生錄影 整個過程的影片 四號晚間在網路上流傳 警方網路巡邏 發現這起國中生霸凌案 立即通報校方 並且進行校安通報 警方將涉案的四名學生 依少年事件處理法 以請少年法庭審理 校方也緊急進行了解 五號上午召開會議 進行後續的相關處理及輔導 關校內的人員 因為有一位是校外同學 那校內的同學的偏差行為同學 我們也會在進行輔導誤談 然後會持續的在做一個追蹤輔導狀況 對於基隆再次發生校園霸凌案 市長謝國良極為重視 強調對於校園霸凌玲瓏忍的立場 要求教育處整單位投入輔導資源協助 也強調將對涉案學生 進行至少半年以上的週末輔導 記者陳嘉欣 張雨嘉 基隆報導